政治上我們要解讀 這個疫調、隔離、匡列、隔離、分流 這個我們都知道 不過這個 講到最後 疫苗不解決,我們就是每天記者會都要開 疫苗打完大家就更開記者會 其實在機關署 如果在房間裡面,大家都是專業人士 大家都是專業處理 至於說我們處理完專業 出了房間 網軍側依還不是照樣修理我 那也沒辦法 反正台灣目前的政治情況就是這樣 主要是因為 因為這個有效 這種做梗圖、做網軍還是有效 所以這次台灣目前政治的現況 所以就算了 至於說 認知作戰 也不是現在才有 早就在打了 所以是這樣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至於我們把科學問題解決 至於那種口水戰 能審則審 我這邊看那個標題 就很奇怪 他說什麼 柯批其邁打火 奇怪什麼都打過侯友藝 所以有時候常常 我對那個常常 讀那個報導也沒什麼問題 那個標題實在是 標題殺人實在是很討厭 我先說明 我沒有 我根本就沒有講過侯友藝 她說明